马总统一声令下 驻外使节81人全跑来参访88重建区 便当简报结束要亲自走进重建区吗 只见三辆大型游览车开进了永久屋不算宽的巷道内 以时速不到30公里的速度绕行永久屋一圈 原来驻外使节们都坐在游览车上 隔着车窗玻璃边吹冷气边看永久屋外观 现在说总统在的时候 确实这个各方面看起来好像是蛮崭新的 但是头目说我也不知道这参加是入住典礼 我也终于叫我参加是封年纪业活动 我们来看看 陶渊明在桃花园记里面写的句子 千迈交通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种作习如外人 永久屋终于立出 马总统兴致一来当场迎师作对 但兵主进换场面 不过才隔三天 重回现场一看 哇 空空如也 三天前 马总统大方称赞 太武厢永久屋是室外桃花园 但现在被打回原形 永久屋根本还没完工 回复8月15号 屏东太武厢永久屋入住典礼 马总统亲自登门拜访 仔细看一行人走过漂亮整齐的院子 踩过绿油油的草皮 还穿过几棵刚种下去的小树木 没想到总统前脚才刚走 永久屋立刻大门伸锁 说好的庭园造景呢 草皮被挖起来 砖块土石堆成了一座小山 井后然后上级长官的指示 然后我们必须做部分的先 有部分啊 就是部分局部 我们先安排 先干工给他 就为了总统来视察 八八风災重建委员会 要求施工单位 紧急布置了一个永久屋 入住仪式办到了 媒体效果也有了 但关心灾民生活 却延荡了工程进度 重建成果发表会 原来都是梦一场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来看看 这个总统他说 他的灾区重建是又快又好 这就是所谓的又快又好 文章做得好 但实际上呢 我们要进一步来看 刚刚这个我们新闻 有采访到的张亚乔 这位公民记者 他说呢 这篇文章主要内容是要告诉大家什么 他说 乌拉乌鲁兹永久屋没有完工 但是因为大观立临而上演的 假象完工样品屋戏码 就不是第一例了 居民不懂 明明没有完工 或没有入住 就得办典礼的意义在哪里 但在这强快的典礼 似乎变成了每个永久屋区的 传统例行公式 等于说不是我们被替报的 这件事情而已 好像就是传统就是这样 所以居民也是见怪不怪了 好我们来看 落成典礼这一天 许多工程没有完工 居民要等到9月初才能进去 那么我们踢爆了 这样的一个状况引发议论 但是其实永久屋没有完工 大观立临上演的 这种所谓的样品屋事件 不是第一次了 过去两年的永久屋 落成典礼 几乎都会发生类似的场景 常常被作为永久屋指标的 山林大爱园区 也是工程还没有完工 就举办了落成典礼 入住的居民和黄沙滚滚的道路 是一起在一起好多天的 这不知道 我们刚才看那条嘛 这个山林的大爱园区 赶快 再来看小林村的无礼谱 永久屋区也是赶工完成 居民还没有入住 房子被当成样品屋的居民 就说了 落成典礼 当天他想进去自己的房子 却被工作人员挡在外面 说总统进去之后 才能够进去 他们不懂 为什么还没有完工 或还没有入住 就已经要办这样一个典礼了 意义何在 到底为什么 究竟为什么 做这样的一个表面文章 有什么用处 这种官场上的一个做秀 这种文化 这种奉承拍马屁的文化 其实很多 我记得那时候在去年 不是那个 我现在忘记 不知道后峰大桥还是什么桥 它不断掉吗 断掉以后 那时候我们部长就讲说 我一定要在多长时间 要把它抢工完毕 后来他就很盛大地去做 大家都很认真的在做 他去视察 好像那个桥 几百个工人在那边 一直日夜赶工 他说他看了很感动 后来那个部长走了以后 就大家工人都找到了 后来当地的军民就在跟我们提报说 那个部长很早 大家后面也不早 根本都没有 而且已经空 他说部长走了以后 联系两三天 那个桥都没人在做 就空在那边 当时我们不相信 那我们也派了我的助理 夏季那边住了两天 那我们助理去的时候 他还告诉我说 他打电话 超中午时间 他打电话给我说 真的一个人都没有 那我说会不会是中午吃饭时间 没人 我说你就在那边留守 后来真的联系两天都没人 我们也有把摄影回来 拍照回来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 这种下面的人 有时候他就是喜欢这种 好像迎合上映 还是说他就是要表现出来说 呈现一个什么给人家看 那事实上你说总统 也许是人家报告他说 那个都好了 可以入住了 那总统去住看看 那当然以总统来讲 他当然会想说 我尽量我们做这么快 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绩 可以先传 所以就去 那我相信他假如他也知道 他也不知道说人家造假 那我是觉得 他今天拍桌子 我以为他要骂那些 那我是觉得是这样 对这种 这种欺下蒙上的人 一种不适任的政务官 我已经讲了好几次了 对这种执行力 还有那个效力 都不行的政务官 赶快要换掉了 这些官员都要换掉了 否则的话真的是 越弄越糟糕了 这三年来总统那么多事情 都看报纸看电视才知道 对 所以该换掉的应该是总统 所以不是 我是现实上 一般的 你说高阶 高层的人 会管到 你说公司的董事长 会看到他们 他哪些地方 他做好 应该是分层负责 那对于这样的欺骗 你一直就说不是总统的错就对了 我先说 他现在要做是怎样 就把这些是谁骗他的 谁让他去这样做 不适任的人 他还做得没有效力 还对他政策执行 是用这样的方式 让总统蒙羞给他笑声 因为我跟他讲 我经常来讲 我在这个地方讲过很多次 现在的资讯很发达 因为那种骗的 或是蒙蔽的 马上就给人家踢爆了 所以我在这里我奉念所有的官员 像我比较乖的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要据实以告 不要都弄一些很多假的东西 以前恐怕要好几天才被踢爆 现在好像只有一两天 就马上会被踢爆出来 其实很不好的 好 事实上 这个总统今天的拍桌 不是说气说自己被蒙蔽 事实上他老是被蒙蔽的话 他自己要反省一下 为什么那么容易被蒙蔽 第二个他今天拍桌 他是说什么 他说他很能干 意思就是说 不管永久屋的事情被踢爆 他还是觉得自己很行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稍后有更多讨论 马上回来 很明显嘛 这就是一个入住典礼 清清楚楚 搬的就是入住礼金 这个头目也是来 头目可能想说 奇怪我礼金都可以录成 我又不贏你比担 因为他们都知道 房子要不好嘛 另外来看中通户 中通户在这个8月15号 举行的这个 发的新闻稿也是讲 总统出席 太武乡 吴拉鲁兹 永久屋的入住典礼 讲的也是入住两个字 而且这百分之九十几 肯定是把他们都算进去了 政府做两年来 政府提供了216.5公顷的土地 发展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模式 把中华民国公十字会 世界展望会 还有慈激功德会 等慈善团体整合起来 协助重建的工作 现在完成的永久屋呢 2936间达成率是将近9成 以屏东来说呢 完成了1178间永久屋达成率 达到了95.46% 相信呢 这些通通还没有办法住的 水管还没有接的 应该都是在他的达成率里面 来 这个慧民讲的没有错 这个重建会的副主委说 这个你们开始可以住进去 没有车席就没给人啊 马英九没看到没人进去 这要怎么说开始入住 我们台湾要勒勒 包入住里间的人进去 我们去人家做客 当然要包勒勒给人 让他在这里生活可以更好 这台湾人的社会嘛 所以这 显然你看里面 凡赌消兰 什么有的都没出的 都是豆菇放进去的 这看得很清楚是假的 那个头目也有够嘛 说这是去参加这个 也没有跟他们说要做什么呢 说这是封年纪 跟这些人一人拐掉 结果拐掉在打电影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 实在是要跟这些人 搬一个室内 是啊 没有一声道歉 是啊 一声道歉都没有啊 所以刚刚慧民在讲说 什么换总统什么 马总统的想法大概跟你不一样 马总统要在认为什么 要换电视机啦 换台啦 不要看三立啦 看其他台 这个搞不好 这个讲法又不一样 所以是电视派系啦 所以他回来说 这台事的事情 我实在很疼心啦 刚才这个 方龙兄刚才有特别说 有没有 说马总统之前 去看的时候跟人家讲什么 我把你们当人看了 有没有 不是讲过这些原住民 跟人家人讲这些吗 你这些大使坐这些车子 去看这个永久屋 这个是什么 有没有把人家当人看 没有啦 所以栽萍在讲说 把我们当动物 是不是 我跟各位报告 也不是只有当动物 动物要很多种 可爱动物园区 也不用坐这种游览车啊 所以他是把它当成 野生动物园区啦 所以你看 这热心的网友 他很热心 他弄了一个 这些野生动物园 去看这些野生动物园的这个车子 这台 是这次大使坐起来的 坐这些游览车 这有什么不同 我看我吃人够够够 最让我射出一个电鸟 因为这个马总统很爱拍电鸟 猪楼祭公园 去看那个恐龙 就是坐游览车 坐这些车里面看 我觉得这实在是 不把这些原住民的朋友 当作自己的同胞来看待 我觉得这个心态真的是很可恶 这些大使去看 大家不要忘记 两年前 我们这个外国部 看一条电报 说有我们外观的人 说 教授说 如果这些外国的人 要来给你们救资这些物资 不用 都不用来 不用来 你两年前 我们这些大使就是去跟外国朋友 我们台湾人最需要的时候 他说不用 我们话语言不用 都不用来 还有定了一个标准作为程序 怎么样去拒绝别人 那你这些人两年后 从间 这个永久屋都已经落成 不要说入住了 已经落成 你怎么有脸去面对这些灾民 所以蔡伟源那天在讲说 马总统跟吴院长要向灾民磕头谢罪 我说这些大使 那如果去那儿 我如果说是原罪 我总体会把他经营的 对不对 这些大使就要去磕头谢罪 为什么当时拒绝外人 你先讲清楚啊 那更何况 重建的进度 我念了几个 这个乡镇的这个重建的一个进度来看 三地门马家乡太武乡跟来毅乡 这些都是最近这些 这个马英九跟吴队去的 重建进度到目前为止 三地门7.22% 7.22% 7.22%三地门 是重建哪一个部分的重建 就整体的这个重建工程的一个进度 马家乡 马家乡 15% 太武乡 15% 今天吴魁去了来毅乡 12% 重建进度这样 去那儿大张旗鼓去那儿去看那儿永久屋的落寸 这平均82%是对对来的啊 不就是其他要超过150%才有很多平均 它去年度完成的进度 它是按照这个一年的预算来看 但是这个立法院也通过说这个延长了 所以这个进度已经烦掉了 所以立法院就同意它延长使用这个特别预算 那你回头说好啦 永久屋 那永久屋是谁盖的 是民间团体盖的 是这些民间团体包括慈濟 包括世界展望会 包括红十字会 这些去盖的 不是政府盖的 马总统没有什么功劳 对不对 所以你安排这种 马总统假如他的心情 他是做客 去那儿做人家 民间团队跟他们说 这些都做得好 你政府是去进房子 你是去那儿跟共亿 你真的你假如看电视没有注意看 也没有看三立的话 你真的还以为这些人 真的是马总统的政绩 对 别人做的事情 他把他这种移花结木弄成 说自己的政绩 那米酒不是同样吗 是啊 这边大家好 你好 我有两点要报告 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雍学府的事情 我跟你说 您刚才看到 他只说 他这样就要走 但是我觉得他心态更可忆 可恶的地方就是说 利用我们公堂 叫那个外交使业团去参观 他目的并不是叫他们 刚才Coin的那个先生说的 写报告而已 他是要到住在地去宣传 骗国际的人士 这种心态 把我们台湾 他不只骗台湾人 而且要骗外国人 对不对 你心态有没有 不然我为什么要 不叫我去参观 叫外交使业团去参观 第二点 最近做得很辛苦 我本来对你印象好 最近看你的表演 越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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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马英九切锅 他都不是他的 他都被欺赛满下的 下面官员 那个欺瞞 其实我告诉你 国家的总统是一个领导人才 要用人为才 制裁之用 他用人会不当的话 你说怎么双双的 不对 他的责任他必须要扛的 他是用人不当 他是昏庸 他说 他才会用到 乱七八糟 踢上满下的官员 你说对不对 他这个事情 这样在骗的时候 你要想看看 还没住在里面 都没有空空的工地 还没人住的地方 竟然可以感觉到 事外才会讨厌 我跟你说 这个总统 他是怎么感觉出来的 第三点就是 国民众真是没有人 我替国民众出去 通过主委 他怎么反驳 你说 就这过夜 就没有人家庭 对不对 这样就一种改革 因为 七月份没有人 没有人在盘房 对不对 他就是台湾人 应该知道 但我为什么不会 不会讲 标记国民众完全没有人 好 谢谢你 好 感谢丹先生 谢谢大家